透過肢體舞動活動暖身 因疫情停辦三年的臺電排球放電影 一連四天在屏東體育館熱鬧展開 來自屏東市區以及原鄉 有近三百位小學生參加 我們會持續來辦理 那也會希望說 在這個部分對小朋友的成長 還有他們正確養成正確團隊 觀念的一個合作的觀念 團隊合作的觀念 這個部分都能從基本上 從小時候就開始培養 感謝台電在我們栽培我們的 基層排球的一個支持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娛樂營 把我們屏東台電這些優秀教練的一些技術 傳承給我們基層的排球選手 排球 台電長期致力於國家體育活動發展 除了培育無數國手為國爭光外 對於運動向下扎根更是不遺餘力 希望藉由活動提升小朋友 對排球運動的學習興趣 因為我喜歡打球 加上我又是獨賽加國小的 學... 選的是誰 接球 或是攻擊 我希望我可以學到殺球跟基本動作 好來第一組是 就是可以練得很好 夢想是我可以當專業排球手 已經三年沒有辦了 以往我們就是希望小朋友 不要一直沉迷在山西上面 對 然後就是希望小朋友動起來 不要在家裡 像暑假就是要出門 去運動啊什麼 不要每天都在家裡吹冷氣啊 然後出來流流汗 然後運動一下 順便學學排球的姿勢 台電期望培養小球員 球場禮儀 團隊合作 以及場上奮鬥不懈的精神 扎根基層排球體育 也希望透過培訓與競賽過程 挖掘更多排檔的未來之心 原是生活歌手 屏東市採訪不到